对Yahoo!新闻网 我刚刚看了有些同学好像这个Yahoo!新闻网这边连接进去 它这个画面好像有的同学是进到新版 像我现在看的应该是新的版本 刚好同学进到好像变旧版 可是我不知道它是不是会随着浏览器版本还是什么去做切换 所以如果你进到旧版好像就会有抓不到那个资料的问题 那我现在按右键检查 慢慢各位要习惯按右键检查 这个动作可能就是要先不要这样切过去 可能要这样切过来 不然你一切过来它就变了 从这边下来 然后过来之后的话按右键 然后再检查一下 那它下方的话就跳出来 那尽量就是说游标放在这个上方 它也会 下面你放在哪里 它上面也会跟着也会显示说这个是不是你要的 如果是的话呢 那就表示我要的这个区块 那看一下就是小于后面的东西 那是一个A 有没有 小于跟空白中间就是它的标签 OK 那我要的一般会抓有没有class 因为如果有第二个特征 第一个会找它的标签 第二个会找它的class 那class的话你就把后面这一串 快点两下把它贴到class的位置 这样子就大功告成了 理论上这样就可以把我们要抓的资料给抓下来了 除非说有一些网站 它特别就是不希望你抓它的东西 所以它会做一些伪装 然后让你呢 好像你要抓这个 其实为什么一直都抓不下来 那可能那个网站 本身就会有防止别人去抓取资料的这个问题 当然OK也是有可能会遇到的 好那这个是Yahoo!新闻网部分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下那个 ET Today 当然其他还有一些 其他的新闻网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再找找看 这个范例 它有个特色 刚刚那个Yahoo!是有class 我们可以透过class去找 但是如果没有class怎么办 没有class 没有class有没有class的这种抓的方法 反正你可以见招拆招 那我的方式是这样 1.先点击它进来 2.我希望抓什么 抓热门新闻这些好了 OK 那问题 我们先抓热门新闻 那个好事多 这个新闻 哇!有点离谱 客到只剩下股价才还 这什么 可以退货 其实我很多年前 我在美国的时候我就发现 我真的很不合理 那可以随便退货 我问我朋友说 为什么可以随便退货 没有啊 就可以随便退啊 没理由 你拿去 它就退还给你 那会不会有人 因为以前我的认知是觉得说 会不会有一些 OK 就是跟明明没什么 他就拿去退 OK 在东方好像会 好像在那边不会发生这种事情 不知道为什么 那边好像很久以前 现在不知道 然后呢 按右键检查一下 这时候的话你会发现 那你一样 它的标签是A 有没有 那它的什么呢 我要抓的Title在这里 所以这边注意 我要抓的资料 除了说可以从Title去抓之外 也可以从Test 因为Title跟Test里面 放的是一样的东西 有没有 然后呢 HREF在这里 但是HREF前面 它没有那个HGDP 它只有后面的东西 它是用相对路径哦 所以呢 另外它没有Class 没有Class怎么办 所以你会发现 如果你要抓这边 全部的A的话 就会变成整个网页 只要A A就超连接 全部都抓 那怎么办 我们可以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往上 如果我要抓的是这个Div 那这个Div后面就有Class 所以我可以怎么样 我可以先Find 这个Div 因为Find的话 只会找到这个区块 然后再往里面抓就好 在里面的Find Find 就等于是慢慢缩小范围 意思就是说 我可以先抓这一层 或往上一层 或者是 我好像是抓这一层 抓这一层 这一层是 确定一下 把它往下一下 这一层 然后呢 游标呢 有时候调 在这一层 假设我是抓这个 这个 有没有 它是Div 然后它的Class名称是这一个 有没有 那我就可以什么 先Find 这个 把这一个 特别注意啊 把这一个先抓回来 然后呢 再用Find O里面呢 抓里面每一个 这样也是个方法 所以你会注意 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 我是先什么 先Find 有没有 SP1 这个先踩这个SP1 那名称 可以自己改没关系 这个变数名称 然后呢 Find什么呢 这变数是Find Div的这个 叫什么 ClearFix Fix 这个 ClearFix 是 这个 有没有 也就是说这一层 我先抓 这个其实可以收折 有没有 其实这个就是 只要你游标停在这里 它的上面 你会发现 也会跟着有一个阴影 告诉你 你现在选的就是这个区块 那我先找到它 所以特别注意 先找到这个东西之后 那它就会把 我现在找到的这个东西 放在SP2里面 那SP2里面的话 那你print出来 你会发现 这个SP2里面放的东西 基本上就是DIV开头的 然后到DIV结束的 也就是放什么 放这个DIV这一段 然后一直 所以里面的话 你会发现 它找到的A 这个A 有没有 就是这个 应该是先找到 它这有点乱 出奇的 然后再往下 那个高雄的少女 有没有 一个一个 那我底下的话 然后再把SP2 再利用FYOLD的方法 把它里面所有的A找到了 这个时候的话 我后面没有CLASS 没关系了 因为没有CLASS 反正全部这个框框里面的A 都是我要的 在我就把这个框框里面所有的A 有没有 全部再抓到SP3 然后呢 再写个回圈 把它的 那个TITLE 其实这边不用GET 点TXT也可以啦 因为我们刚刚看到 点TITLE里面的东西 跟点TXT里面都一样 所以你用哪一个都可以 然后呢 再把它的超连结给抓回来 所以把它Print看一下 结果OK 执行一下 这样都OK 有没有 所以这个是方法二 也就是说 有点像什么 这个一个网页这么大一块 那我先切一小块 我先 通常是DIV 所以你会发现 网页里面的 版面的分割 大部分都是DIV 所以你找到哪一个DIV 再去找下一层 通常就OK了 这是我的习惯 有没有 其实 这是第二种类型 那请各位试试看 这个地方就是 我们的ET的Date 如果没有CAS的话 怎么做 那再来的话 后面一个范例 就是去抓台英外汇 这个应该蛮常会用到的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 抓取的是什么 这个台英外汇 的哪个区块 第一栏是币别 第二栏是现金的买入 现金的卖出 集齐的买入 集齐卖出 所以总共 我希望 抓这上面的资料 然后总共可以区分的五个栏位 最好是下载完之后自动帮我存一个CSV 最好是下载完之后自动帮我存一个CSV 这要怎么做 其实也不难喔 五个栏位喔 但是这边比较麻烦的地方是 它的规则 这个 检查一下 它这个的 DIV 所以这个是DIV Class是这个名称 有Class 那 第二个呢 这个的名称什么 按右键检查 它的名称 这个 检查一下 那它的名称的话 跳不过去 这个 OK 在这里 这个 然后跳下一个 跳这一个 那你会发现它的Class是这个 什么Rent 什么Content Catch 那你会发现这个 这个跟这个的名称怎么样 居然一模一样 有没有 有没有发现 这个跟这个一样 所以喔 待会会遇到一个问题 如果你抓这个 它单一个名称 可是这个的话 这两个是同样的名称 这两个是同样的名称 那就会变成 你这样要输出的时候 变成 输出一个 后面要输出两个 输出两个 一个对两个 两个 一个两个 两个 诶 这样怎么 其实抓资料不困难 麻烦的地方是输出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再还给各位 OK 试一下刚刚的那个ET的Date 主要为什么会分两次去抓取资料 因为它的A里面没有Class OK 如果A里面没有Class 那我们以后可以渐进的抓 先抓第一个框框 再抓这个框框里面的超连锦 这个也是个方法 所以有的时候 你要爬网络资料的话 并没有说一个固定的成规 主要就是说用哪一个方法 对你来说会比较好解决 好 大家先试一下